想要参考的话,请你在云端白板的第一单元的这边 我有把那个相关的答案先放在这里 OK,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了解 那当然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困难 所以我会示范给你们看 那如果你假设一下子跟不太以上没关系 再花一点时间 至少如果像这么难的你都可以解决 那以后简单更不要讲 这两下就OK了 那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相关的下载位置在这里,这边也有 这个是直接下载那个档案就是这个 所以你如果点击这边,其实跳过来也会是这个平台 那当然如果你做完,你觉得意犹未尽 你会看到这个窃盗太多了 自行车、汽车、甚至是机车 还有什么强盗案件、抢夺案件等等一堆啦 这是一堆资料,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 有练习不完的资料 或者是说到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太多了,这一堆啦 四万多种 你只要是CSV的档案,都可以拿来做练习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有些到底新闻媒体讲的是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马上相信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去找什么数据来做统计 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事实是不是正如媒体所讲的 比如说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从104年到109年 总共几件呢? Ctrl向下 至少你要移到最下面会吧 你不要像有些同学在按住这样向下 这样慢慢向下 你要按到什么时候? 你就按Ctrl向下就好了嘛 Ctrl向下的意思就是 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嘛 那如果移到最上面呢?Ctrl向上就好了 就移上来了 那移到最右,Ctrl向右嘛 Ctrl向左有没有 这个Ctrl按住啊 上上下左右啊 他就是会帮你在那个边界里面做边界的搜寻 这样就OK了 然后Ctrl向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列几列 总共是比数是3039 一直到今年的8月30号 也就是第90、11、11、18 等于是104年到109年的8月 所以算下来了 大概是六年,还不到六年 五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 总共的话有三千多件 所以一天 从现在大概几天? 6、3、1 等于大概 6年好了 一天平均 大概就一点多件 不到两件 住宅切到安件 如果以台北市这么多住宅来看的话 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 如果住户至少一百多万户 至少 那应该算起来 其实自然算是好的 如果这样看起来 那但是我要怎么 那怎么知道说哪一区 切到安件最多? 其实如果你现在区做出来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用数纽分析表 按确定 把区拉到列 主要的分析 区也拉到这个区里面 它会帮你计算几个 计算出来的话 再把游标放B4 资料里面做个排序 Z到A好了 那你就会看出哪一区 治安最差了 有没有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388件 在中山区 大同区的话 大概140时 算起来 其实中山区切安最多 所以前三名大概这三个 后三名这三个 但如果说你将来 你希望老师 可是我不想要看建书 我想要看总共占百分之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什么 枢纽分析表 这边有的词 乃安会设定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总计百分比 这边有个叫什么 总计百分比 也就是所有total 它占百分之多少 那最后的话 我希望取到小数点 整数位也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把常用里面 可以把这个小数点去掉 OK 你会发现 这样其实很快可以看出来 百分之多少 哇 中山区占百分之13 有没有 然后大同区只有百分之5 相对是少 那不过有时候看数字 还不那么容易阅读 那怎么办 你还可以再用分析 枢纽分析表 它有个枢纽分析图 你还可以直接用什么 用圆形图 马上可以画出一个什么圆形图出来 占比多少 有没有 然后甚至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拉大一点 然后把最最多失窃的地方可以再点一下 把它往外拉就可以了 这一块 不过上面好像缺那个什么 最好是中山区就直接帮我写上去的话 上面这个标题拿掉 OK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加上什么 那个上面有个叫资料标签 标签把它改成中点外侧 有没有 如果你上面希望再加上那个百分之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在在哪里的设计里面 这边其实还可以再加 那么设计 里面这个叫资料标签 因为如果上面没有那个标签 看起来其实不好阅读 那你会直接把这个再加上资料标签 叫中点外侧 如果说想要把这个项目直接干脆放上去的话 你可以再点这个按右键 资料标签格式 把他的内别的名称叫出来 然后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资料标签格式 这样的话 甚至这个其实可以不要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叫做图例 图例其实可以不用 因为上面已经很清楚了 那你不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占比个是多少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这个是区的相关的统计资料 但是问题 路接到就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路跟接跟到 这要怎么把资料取出来 那当然这边就牵涉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第一个呢 前面的这个 这个可能是区 可能是里 可能是零 不过至少就是三个啦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 一定要先找有没有零 因为如果你先找区的话 那一定直接就是区了 你要先确认有没有零 再来确认有没有里 再确认有没有区 所以公司在该怎么下 一样用什么 寻找函数 用fine函数 所以fine的部分的话 fine test fine这里 这个字里面呢 有没有 等一下 应该是颠倒 应该是先找什么字 找零这个字 ok 然后呢 在哪边找 在这边找 找到有没有 没有的话 他就是按确定 没有 ok 那没有前面讲过了 他会跳这个错误讯息 那怎么办呢 没有零 那接下来再帮我找里 所以再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一次 这个地方一样是找什么 找 啊 更正一下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怎么顾虑掉 还记得吗 这个把它剪下来 特别重要 这里就不是做逻辑判断 你是用另外一个叫 判断逻辑里面的话 判断有没有发生错误 贴上就可以了 value 有没有错 有对不对 有的话再怎么样 再去找里 所以再贴一次 把贴上的这个资料 改成里就可以了 有没有里 找到有里了 有没有 有里那就是第九个 按确定 好 那你向下填满了 你会发现有些还是错误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里面 还是没有里的 像这个就没有里 就会发生错误 那如果没有里的话怎么办 再去找 区 再去找区怎么找 一样把这个再减下来 不报案等号 插入的时候 把刚刚的再贴到这里来 反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 减下贴 减下贴 反正不管几层 几个逻辑 如果说发生错误怎么办 找不到里的话 那帮我找区 怎么找区 所以这个可能要再复制一次 find里这个 然后居士这个 后瓜虎 到后瓜虎再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一下 find 那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区就可以了 OK 意思是说 如果找不到里 那基本上他应该是剩下区的 你会发现确定 他就第六个字 向上填满 再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理论上应该都找到了 OK 可是问题我们还没解决 你会发现 才一个找前面的部分 就公式这么长了 那后面还有什么 路接到 所以 怎么办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路接到逻辑 还好 跟这个蛮像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改成路 这个改成接 这个改成到 就刚好是什么 后面那个字的位置 OK 如果OK的话 其实你最后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来剪一下 不包含等 就可以再用MID 所以再切回到文字里面的MID MID 这个 然后可以怎么 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哪个字开始 从刚刚找的那个0里区 这个位置 找到位置加1就可以了 OK 从这个字开始 要几个字呢 最最难的地方 就是要 后面路接 你把它贴上 这个刚刚这一串公式贴上之后 记得我刚刚讲的 你就把什么 把前面的0改成路 然后呢 把里改成接 意思就是说什么 找后面那个路接到这个字的位置 然后路接到 然后再怎么样 再减掉 刚刚贴的 刚刚复制的东西再贴一下 这个就是 什么 区 那个0里区 然后最后的话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大功告成 OK 应该是还蛮难的 至少我把它做完 如果你有些细节 不太明白的话 可能再把这个部分的一些相关重点 再看一下 最后我做完的程式 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在这里 底下这边 所以在这边我讲 先找0 对不对 然后把0的里面这地方 不包含等号 撿到这里 if where 再去找里 如果有里 如果没有里的话 就是要找区 那把这个 改成路接到 最后利用med 去找地址里面的 开头的位置 有没有 加1 然后结束的位置 路接到的位置 再减掉 什么 0里区的位置 不用减1 为什么不用减1 因为之前是后瓜 后瓜 那个字不算 路接到那个字要算 所以你不能再减1 减1就错了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个已经难度算是 快要爆表了 OK 但至少如果你这个难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得出来 表示说你应该可以完完全全的 掌握说如何 不需要用什么 用土法链钢的方法 也可以帮我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出来 OK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延伸到插入枢纽分析表 假如我想知道台北市那个字 就是什么住宅切当案件最高的前十名 再拿几条路 这时候你才可以做 如果你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很抱歉 你做不出来 比如说你房仲业 房仲业至少你要有一些资料 哪边治安差哪边治安好 你要有资料 所以按确定之后 然后一样把路接到这个栏位 拉到列 再把路接到这个栏位 拉到尺 如果说你假设发生这样的状况 奇怪里面怎么没有资料 那你可能再切回来 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栏位好像来的资料有格式上的错误 所以就是选取这一栏 假设你刚刚看到的这个 这里面是空白 明明你想说里面有资料为什么是空白 大部分原因 都是里面有一些格式造成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一栏悬起来 清除里面用格式 清除格式 试一下 我记得好像这样子把它清除掉之后 我切过来看一下 不过它资料没有重新 没有重新更新 那你有几个方法 它这边好像有一个功能要重新整理 对吧 你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它就出来了 有没有 因为它不会自动重新整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不重新整理 你就要把这个枢纽分析表砍掉 重新再跑一次 但我觉得麻烦 应该重新整理好像比较快 OK 好 最后的话 如果要排什么 排前几名的话 这边上面不是有个箭头吗 那你可以做什么 10的筛选里面 跟这一样 应该先把它排序 排序跟刚刚的B4嘛 然后资料里面Z到A 有没有 最高的这几个 但是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前10个就好了 底下这些不要了 太多了 因为这光 底下这些资料一箩筐 我不用那么多 我只要前10名就好了 甚至你可以排什么 那个住宅切带键最多的 前10名跟最少的前10名 有没有 那你可以排序 不是有资料 这都不是用拆的 这是真真实发 这个这个 从资料里面捞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先排序嘛 然后改成值的筛选 前10项就好了 有没有 按确定 它就留前10项 你可以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做分析里面 枢纽分析表 然后甚至你可以用最简单的 直调图好了 按确定 那不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个 简单的图 你再把那个标题改一改 然后那个颜色改一改 马上可以知道 这个最容易被招小偷的 原来是在哪里呢 中山北路 为什么是中山北路呢 那边的人特别有钱嘛 因为小偷应该都偷有钱人吧 对 如果看那个那一家 房子破破旧旧的 应该不太会想要偷吧 第二名就是忠孝东 OK 一直类推 所以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找区 区的话比较简单 那区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一样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你可以 可能比较特别是区跟区这边 这边直栏位设定 这边可能要改成叫总计百分比 这边要改 它才会是百分比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百分比 画一个什么 这个可以画一个图 在这里 枢纽分析图 你可以用圆形图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一个 这一串 这一串公式其实相当农长 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来 你可以先这样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直接把这边 这边的第几页 第五页的地方 有一个完成公式 你把它Ctrl C 直接 先把它贴上再说 或者你做过程当中错了 你不知道错哪里 你可以把它两边比对一下 你就知道你错哪里 OK 打勾一下 这样就有 向下填满 然后再来就是插入枢纽分析表 还有 刚刚我多做一个动作 如果你怕错 这边可能要清除一下格式 这种状况比较少发生 但是 偶尔难免会出现 请问 孙悟分析表 放的资料都没错 怎么 资料没出来 你可以清除完之后 再把它重新整理 就是 再筛选出前十项就OK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这个范例 当然是比较薄一点 不过相对的难度也会比较高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工作上蛮多状况 你人家给你的data绝对都不是说刚刚好你就马上可以用的data 所以你一定会遇到什么 我要如何把我要的资料从某个位置取出来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就必须要使用刚刚我们至少用了三个函数 其实前面也用过 第一个是fine函数 第二个是ifel函数 第三个是me的函数 就这三个 只是说你变成要把这三个串串串串在一起 串很多层OK 当然理论上不是从头到尾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次数 像我刚刚是先找0 再如果找不到ifel再找趋 再找不到再找里再找趋 OK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的位置找到了 OK 所以剩下的部分请各位试试看